BJ恋外入122天 九令和景榮两人四脚爱的足迹爬躁 但却没想到九令上周六前脚才飞重庆商演 景榮后脚就出门找乐子 看来血气方刚的男孩还真耐不住寂寞 据一集娱乐之集 景榮上周六晚行程满档月夜月美丽 八点多他先在信义区戏院和友人聚餐 期间不停拿出讨天后欢心的那套装可爱的绝活 脸部表情活灵活现 犯后景榮并没有乖乖回家 继续和朋友到邻近百货公司美食街打屁 直到人去楼空朋友领钱时 他突然孙悟空附身 耍起伞饼秀绝活 这么晚领钱当然要去快活 没多久景榮和一票朋友集合完毕 直奔夜店玩乐 但细看时尚天后的男人私下的穿着 上半身虽然挑对了正在流行的千鸟格外套 但配起下半身一长一短的运动裤活像带帮帮主 尽管穿着邋遢 但景榮混血儿的脸孔好吃香 夜店里辣妹成群搭讪 玩肥艳瘦都有 不知道她喝得忘我还是聊得开心 一名长发女孩整张脸往她的脸上凑 她一点也没闪 反而一年五分钟拔不开 热情如火的女孩不止如此 长发女刚离开 景榮腰间立刻又摸上了另外一只女手 最后一轮换成了长发细肩带热哭辣妹上阵 肩开右手顺势楼上景榮的肩颈 两个人耳并撕磨有说有笑 眼看凌晨一点刚过 景榮接到阴通电话后突然把腿冲出门口 一讲半个小时才如释重负回到店内继续玩乐 或许天后查勤的电话已过 这个时候她更放得开 在女孩面前跳起了外单弓舞步 最后连女孩的男友都看不下去出面来解救 其实景榮之前就曾被爆爱把夜店妹 甚至劈腿两女魔 这回又被撞见她趁女友 九令不在台湾到夜店又玩又呵吃得开 她经纪人安波表示 人找不到景榮无法回应 对于男友混夜店 九令不愿回应 但擅长跳Vogue的她 在忙着闭关准备演唱会前 恐怕得先抽空调教一下身旁男友的舞技和服装 可别让她始终只能靠一张脸走天下 一电视采访报导 九令你的景榮真的很有女人缘哦 要小心哦 等那些女人赚得比我多再说吧